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释錄 六章九節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 我看見在祭壇底下 這就是關於祭壇 事實上第五印跟前面的1234印有少少不同 因為1234也是由 代表了2012年這個時間表的四末文 但問題到第五印第六印就已經完全不是 那個跟時間已經無關 所以換句話說到2012年發生了這些事情 之後就拿了一堆發生 因為第五印是祭壇底 就是向著鐵紙尾和射手座中間 它向下其實就是對著阿拉斯加 俄羅斯折藥那一塊的位置 事實上那一塊是來自 我們知道之前也有很多這些地震和災害 亦是Webub說 那個位置會在天空 好像火環一樣 因為那些甲圓燃燒起 在宇宙裡看都會燒了一個圈 按著星尺啟示錄 深陰大火 將會由對應天上祭壇座的地方 即阿拉斯加 西伯利亞 以及加拿大北部一大開始出現 踏入2016年初 阿拉斯加 以及加拿大北部 有如被大火圈燃燒 大火市約成人間煉獄 超過10萬人已疏散 火災重面積約5000平方千米 相等於全國上海市陷入火海 加拿大動用超過2300名消防員 與這場大火對抗 截至2016年5月27日 深陰大火嚴理守控 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地區一樣 近年不斷從地裏、海裏和湖裏浮出甲原氣體 使火勢快速蔓延 這次加拿大山火正正吻合 又說牧師對於啟示錄所記載第五印的警告 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這個標示的時間 準到任何人 連天文、地理、政治家都不說 但我們怎麼這麼準確呢 為什麼我們在2009年 已經知道這麼多這些東西 肯定這些東西準確呢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是知道的時間表 以及一定有的發生 並且它發生的事情 會以哪種形式出現 幾早年我們已經說 很多穩穩會撞地球 不是政府說出來 不是天理報告說出來 現在就在網上 時不時就會 不同地區的人 拍攝上來擺放Youtube 隔幾天又一次 隔幾天又一次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年前會知道呢 原因就是 當它解釋錄 解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那個年份 地點和發生的形態 所以我們就一早已經把形態說出來 5月17日 美國發生了一則轟動的新聞 位於東北部綿恩州 及佛蒙特州一帶 接獲近700宗目擊報告 清目到一火巨大發亮的隕石 從天上聚落 後來發生龍焰巨響 可能聚落在緬恩州西北部一處重臨 由於火球十分巨大 附近的新恐怖十二州 新澤西州 馬薩豬塞州 紐約州 加拿大安達略及灰北克 兩個省份 都有人見證 美國流星協會 Mike Hankey 表示 當隕石碎片穿越地球大氣層的時候 會因磨擦而產生熱量 形成火球 快波 碎片越大 產生的火光就越大 按影片中的火球大勢來推斷 他的隕石碎片 但要有汽車那麼大 5月21日 約凌晨1時48分 墨西哥中部 普埃布拉斯 墨西哥州 特拉斯卡拉州等地 都有不少民眾 目擊一個神秘火球 黃月天空 畫過一度強光 本隨著巨大聲響 當地民眾都受到驚嚇 清文學會則表明 隕石在大氣層中燃燒之後爆炸 才會產生這種程度的強光和巨大聲響 科學家紛紛普論 為何近一年來 離奇隕石、流星和火球事件會越來越多 而且火球越來越明亮 我們要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要記住 舊約的時候 神在阿摩斯書說 神祂所行的 祂所做的 祂說給祂先知聽 如果不說給祂聽 祂一無所行 但是你知不知道 在新約是怎樣 在新約當主耶穌是明亮神身的時候 祂要行的事 是說給祂辛苦聽的 當主耶穌記得祂佩德打開這七印的時候 然後主耶穌在天上打開這七印的災難 時間性和掌管 但是地上打開這七印的啟示 去分辨出來的就是辛苦 所以舊約神在天上做事 祂會告訴先知聽 新約主耶穌在天上做事 祂會告訴新婦聽 主耶穌在天上打開這些災難的時候 新婦就在地上回應著這些印的啟示 說了一套信息出來 所以當這個小孩子 新婦被提的時候 他留下一套信息 新婦打開這個啟示的時候 就會產生了這套信息2012 你了